大家好 现在正处于8月高温 那么在这段时间呢 我们肯定要给你的这个月季呢浇水 因为如果缺水的话呢 会影响这个月季的生长 会导致植株枯死 但是我们在给月季浇水的时候 大家注意有两种水是坚决不能给月季浇的 要不然你的植株啊 轻则影响生长 种则必死无疑 那么是哪两种水不能浇呢 首先第一种水呢 就是阴阳水 什么是阴阳水呢 就是植株啊 浇水的时候呢 没有浇透 只浇了一个半透 那么就会导致呢 植株一部分是比较湿润的情况 然后一部分呢 是比较干的一个现象 那么这样会导致植株呢 有一部分根系吸收不到水分 那么就会影响它的生长 会导致这一部分的根系啊 出现枯死的现象 那么对你的月季生长是特别的不利的 所以呢 大家一定要注意 浇水一定要完全的浇透 而且一定要沿着盆边 这样子啊 全部都要浇透 不要只浇一边另外一边不浇 这样呢 完全浇透才有益于根系的生长 但是浇水要注意不要积水 不要频繁 等到盆土呢 大概两三公分干透了 我们再来给它浇透水就可以了 那么第二种水的话呢 就是五十水是不能够浇的 特别是现在八月 因为这个时候呢 温度是特别的高 但是水温呢 又比较低 那么土温和水温的相差是特别大的 如果我们这时候浇水 它不仅会刺激到植株的根系 导致它出现生理性的干旱 而且还可以使植株图表的温度的急速的上升 会烫伤底部的静感 会导致植株死亡 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 这种五十水是不能够浇的 要浇水一定要选择在清晨比较凉爽的时候 或者是傍晚这个时间来给它浇水是比较合适的 当然呢 我们浇水的时候也可以在水里面加上一点这种洗酸植物性又精养液 因为月季呢 是一个洗酸的植物 那么我们这样子给它既补酸又补肥 那么这样呢 月季在夏季的时候呢 也能够生长旺盛 长出更多的这个新枝新叶出来 好了 今天就跟大家分享这里 我们下节见